哈囉大家好 我是Ew 每年一度的聖誕週又來了 聖誕節的這一週 整個洛勝都都會下滿雪 變得白茫茫的一片 每年都只有這個時候可以打雪仗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互相丟雪球 那怎麼丟雪球呢? 很簡單 在雪地上按鍵盤的G 或是手把的左鍵 都可以撿雪球 打開武器盤 雪球被歸類為投資武器 跟黏彈或手榴彈放一起 要丟出去就跟開槍一樣 舉雪球然後開火就行了 耶耶 打雪仗 來打雪仗囉 哎呀 這樣你就死掉了 應該是平常鍛鍊不足 竟然被雪球丟到就死了 大家平常也要多運動哦 接著來介紹到哪裡拿聖誕服 不知道的人意外的多 實際上到服裝店就有了 要注意的是 不管是套裝或上衣褲子 分別都有各種節慶配件 一個一個來看吧 首先是套裝 在套裝聖誕老人裝裡 有三種聖誕套裝 就是我身上這一套 要注意的是沒附帽子哦 而且也只有肉胸的樣式而已 再來是套裝節慶 裡面也有一些節慶套裝 不只聖誕節的衣服 有沒拿的其他節慶衣服的話 別忘了順便拿一下哦 接著是上衣類別 找到上衣裡的節慶上衣 裡面有四個類別 四個都有各種聖誕相關衣服 當然如果有聖誕以外的衣服 還沒拿的就全拿吧 接著是褲子類別 一樣是找到節慶褲子 也有很多各種節慶褲子的拿 別客氣 全部收下吧 再來看鞋子類別 找到節慶鞋 只有一雙小精靈鞋 不過還是收下吧 然後再來看配件 裡面的免費圍巾 都是節慶相關配件 要錢的其實也都很便宜 喜歡又帶走吧 還沒玩 領帶裡面也有兩條 分別是聖誕領帶 跟載版聖誕領帶兩種 這樣服裝店的聖誕服就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來到 威斯普奇海灘的面具店 就在洛盛都的西南邊海灘 面具店分別有賣面具跟帽子 先來看面具 一樣是面具的節慶項目 有多到爆的聖誕面具 聖誕老公公老奶奶 甚至火雞一應俱全 拉丁人黑人白人也應有盡有 各位可以全領的再慢慢挑 但是要注意 在動物類有一個新的小丑魚面具能拿 並不是放在節慶裡面 很容易漏掉 要記得看一下喔 面具的左邊就是帽子 一樣看到節慶帽子 裡面的各種聖誕帽什麼的 各種奇奇怪怪帽子 一樣給他全拿了吧 我頭上的聖誕帽也是在這裡拿的喔 此外 雖然跟聖誕衣服沒關係 本週已經全破合約專家 能夠前往旅扣A工作室的玩家 可以用七五折的優惠購買工作室的周邊商品 像是各種衣服或帽子 喜歡的話可以買一下 還沒全破合約專家的人 本週VIP合約報酬1.5倍 換句話說 尾關100萬現在變成150萬了 快點把握機會解一解吧 顧帶一提 之前沒領到這件GTA3的紀念球棒T恤的人 本週只要登入就會拿到 養藥的人別忘了上線到服裝店找找喔 接著是洛盛都車具 本週的獎品載具是 特殊造型的VP克里克 實測證明 然後這個斷帶造型克里克的話 只能把這個獎品贏下來 平常的克里克是沒有這個斷帶配件的喔 在洛盛都車具裡面 按M選洛盛都車具 就能看到獎品載具挑戰的條件 本週的得獎條件是 在8場競速中名列前4名 看起來不容易 但其實非常簡單 預備 碰 看吧 就是這麼簡單 各位只要參考頻道中 秘技 帶車避勝技巧 這支影片 要拿到獎品車可說一如反掌 看起來真是酷幣了 想要的人快去拿吧 別忘了只有一週的時間能拿喔 除了克里克之外 傳奇車業的悠遊行者SP 也能免費領取 快點拿出手機上網 買一台擺車庫吧 想拿幾台都可以 不過就算免費結束了 拿來賣也是0元就是了 臨滿車庫也是沒用的喔 旁邊的奧佛拉奇諾 是本週新推出的超跑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買一下 本週還有不少載具打折 不過實用性來說 個人最推運兵直升機 買一台放著有備無患 兩台運兵直升機只有外觀不同 性能都一樣 遠順眼的買就好 最後 本週夜總會與改裝六折 金駭位元與改裝也六折 想買夜總會還沒買 或是想買MK2的人 或是直接買了MK2的人 都別忘了要買一下喔 要有金駭位元才能改MK2飛彈 不過如果你還沒買柯薩卡 那最好當成沒看到 目標還是以買到柯薩卡優先 那麼以上就是聖誕週必知情報 如果我覺得影片不錯 想看到更多類似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 才能及時收到最新消息喔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會 1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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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